那接下来出战的由我们当归老师率颖的解说队可得要加油啊可得要加油大家多多点点赞吧多多点点赞 就像13项在赛前说的 是之前打周的时候带了一个振奋被踢晕了这是海带可以威尔这波支援给的很及时啊把周给打坏了哎呀怀水又单杀吗说是应该是不敢K的但是刚刚也是没办法啊这威尔伤害有点太高了威拉尼塔这血量还敢秀吗再次推到加上大招周这边血量已经很危险了弗兰哥继续粘着A但是他只要瞬移的话就算了 看一波小语的拼乘没有说法哎小语之前的狩猎让我很担心啊不过弗兰哥把对方打一个勾开了哎呀小语 贝勒还想配合着队友继续往前追艾克斯爆炸已经交过了给了一个斩破天机配合娜娜伤害带走了小语小语你真的 再刷野刷完之后往蓝buff继续刷吗这一波还是要反蹲这时候看到了鱼老弟已经往下走走了 周过来用三技能把对方踢到墙上卢克老师倒了 这就是贝勒顺一的后遗症吗我们这人也来了 可以继续刷收走了对方的招 娜娜被逼住了被动应该也不想再打了但是他手比较长 罗杰又被维尔的一技能给吹起来了娜娜配合一波的但是娜娜没跟上 但是这边神龟压的血量爆炸这次我一定要做到做不到 怎么说飞灯拉出来在前面吸收疯狂的一个伤害确实有点顶不住啊 娜娜现在爆炸太高了而且没打出多少伤害 我觉得我觉得右边是贝勒尼塔 怎么说被踢到了大招二段继续跟上 罗杰也顺移过来还是把环水给收掉了 没关系我们镜像做节奏路B也倒 可以 路B很肥 要不要赶紧走呢先把塔给推了 被动眼里只有路柯 娜娜爆发伤害全部打到了弗朗哥身上 A了两下这个弗朗哥没有倒 到了塔下一勾 被他勾到塔下来了 艾一炮直接被路柯老师给抽走了 有点离谱 可能也是因为比赛打多了 住这边想干嘛 顺移加三技能踢上去 加第二技能位移踢上去 但是结果被我们给逮到了 有点看不懂 直接分住主播的位置很神秘 怎么说拔刀斩尖一个平A 直接给他送战鱼马下 又给小宇这个人K到了 现在抢不了这个龟了吧 这要是再丢了那就输不过去了 确实都挺帅的除了主玩宇 我觉得还是我觉得就目前而言 还是小宇可能他的表现稍微差强人意 下路是一个二包一 速比较顺移 随转拿飞饼鸡蛋冠饼直接把自己的甲破了 我半鞋跟你打架 这是我来自我们的上野联动啊 费登这边一个金盒八方 嘲讽住了布鲁诺 有没有斩破电竞 斩破电竞 斩攻了 斩到墙上了 直接给路克冲射一脚冲射两脚 直接拉开斩破电竞 还活着 威尔又是只有两个 又给他抓到机会了干嘛呀 哎呦 再加上隐医的高移速啊 又把周给留住了 还想再留下费登 你看看居老弟这个技能放的 哈哈哈 贴脸反而是空了 这有点不太应该 打光了 那这样有机会拿高地 而且这一波差不多是 三路冰雪同时推进的 对三线平行 但是对方防御打还有技能 路比特好好 但是威尔爆发更高 布朗哥交出你往后拉斩 斩倒了爆甲 他把他给收了 艾克斯 主案于是逃兵啊 你们看队友在那打架 这个人直接跑到了河道 不敢输出 贝拉尼塔 有这样的重担怎么赢啊 神兵天降 怎么赢 槐水和小语告诉你怎么赢 哎 想提夫鲁诺知道他没有瞬移 瞬移到他后方 但是这一脚踢得有点菜 你打得死我们 然后罗杰 冰到两枪 冰到两枪 费登也在 嘲讽到了 路科老师到了 路品拿到他的人头 怎么说 正面还要继续打吗 嘲讽到赖克斯 余老弟啊 余老弟这不一是在等一个放技能的机会 最后他选择了不放技能 祖安于 勤俭持家好男人 不用过来就带信 就给他们上点偷家的小压力 可以 正面看情况对吧 优先可以选择拿领主 但是罗杰跟费登已经准备好了吗 他只要在墙的另侧 是可以靠狩猎抢的 啊 啊 狩猎的范围太广了 那他这波倒了其实也没事啊 对于账目来说 已经是很赚了 哦 哦 贝拉尼他应该出这儿 哦 不对劲了 不对劲了 你不能太追求他的这个最高效益 要不然你容易就是拖 就是容易就是 省破头了你知道吧 会有更加不能接受的结局 正面先打了一波 维尔这波的伤害还是可以的 但是身上还有个爆甲 应该没有关系 直接开机印度大飞币 配个淮水猪蹄的大招击石化 一个巴刀斩直接收掉了周啊 哦 我是发现了 小羽跟淮水 他必须再一块子了 把他分开 就有点不利劲了 对呀 周吃了太多劲了 关键是他还没有死 就很难受 打他用了太多的时间跟技能了 然后陆柯老师正面也没有前排 帮他挡着 一两个人完全不够 互相开隐秘 打谁 弗朗哥先被开 一勾勾空了吗 勾到对方的露比 伤害打谁 打到了露比 露比先被维尔给收掉 费登这边的状态还是挺好的 怎么把陆柯老师给摸击到了 继续追 周用三段的一技能往前踢 让费登拿了二连击波 淮水能不能做救主 打出自己所有的技能 这罗杰并没有死 淮水太尽力了 但是主安瑜在干嘛 反观主安瑜呢 他技能 有一点点 就在这会儿 他虽然技能也不省了 但是他老是打到一些前排 太容易把他的技能 这个爆发技能给骗了 维尔现在自己在 两塔中间 远近放技能 可以 这位只能守住 把罗杰过来 这个恐怖时 瞬间 顺便出了他自己的复活甲 焦零石先走了 罗杰这也太能逃了吧 只剩下怀手一个人了 看下咱们这边最快的复活时间是陆柯 那陆柯活了应该能走过 发道战拔空了 赶紧回去救 哎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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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 詹姆队 从BUFF回血了 难受哎 没关系 我还是在断线 埃斯美拉达也过来 这对方也去哎 詹姆队的支援要更快一点 是一波4v4 莉莉亚先把瞬移给交了 那正面的话 只剩下了 冲一个人 快水老师就被卖了吗 实话给到两个打出一个五层煞气 但是 对方人多始终 被埃斯美拉达先把头筹 飞得过来 小红 抢到了 后飞头的蓝BUFF确实还没有被打掉 两边的狩猎我看了一下也都在的 是的 马迪亚达飞过来 借一个位置 进入蓝区 组安鱼又过来打输出了吗 一下两下没伤害 三下四下也没伤害 还是得我 神龙 神龙 怎么说你让他开心了吗 进行一个反制 可以 不要出事就行 被敏顿和正飞 再打一个外圈光 快水又被卖了 没跑掉啊 难受 这时候组安鱼还是满血 那两场解说我都是装的 就是等待的就是今天 看下这条神龟吧 哎被登想抢没抢掉 自己被打到了一个残血 想走应该是走不掉了 人头给到对方 S美拉达 有牛头的位置绕得很神秘 先拍一下大绝 直接开起来砸两只 还有一个强化的一个效果 罗杰这不能走吧 陆老师 开启啊 现在直接开始拉走 然后组安鱼呢 组安鱼怎么办 组安鱼也开启他的大绝 直接拉开 这不我们有翻大的机会 斩破天晶 直接斩首空气 你不要过来 这样吗 在人群当中找到了最残血的 这个马吉尔达 真准啊 空眼来了 想打谁 打X他现在没有大招 可以追 骁龙去水给到标记 继续用普攻打过去 但是旁边还有个安卓拉给到 他一个减速啊 被对方合力给击杀掉了 S美拉也到了正面战场 但是这波他们伤害够嘛 呃 我们这边人有点少啊 他们可能想先拿神龟 诶怎么才 怎么才第三条神龟啊 刷出爆甲了 因为费灯这边成绩是没有好的 所以没选择一个拼成 这部团战肯定是要打的啊 S美拉拿直接骚扰鱼老弟 然后这边 埃克斯开启了他们大招 S美拉拿对位净杀适度啊 因为 湖海水一直在帮团队做事情啊 S美拉拿一直在担心 湖海水比了个大 哎呦 罗杰被震飞了 有瞬移 跑到安全位置 马帝尔达被爆甲炸到 潭血没有作战能力了 冲还是要再追吗 我们这边人少啊 石化给到侧面 这是谁 好像是找到对方布鲁诺 可以这波杀的很及时 那对方少一个大石化 我觉得可以继续追 S美拉拿以为我们三人激活 应该是出了减治疗的装备 赶紧给点赞 让小宇的狩猎稳一点 对方还想要直接打 直播间点赞到10万 小宇直接逞下这条龙怎么说 可以 罗杰 没走掉 高哥猛进的艾克斯 来不及打领主了 这波要拖到 杖姆他的队友复活了 一个C位吧 得要起码限制一下 上去扑 扑到了对方的X X被击飞 直接转打 安卓大招也给他了 S美拉的X 站在了同一条战线上面 他盯着 大招回去的莉莉亚打 但是我们前面也解决到 对方的一个杖 布鲁诺倒的话 那对方4宝1 这个1没了 但是现在那个1 好像也不只是布鲁诺 因为这个艾斯美拉的 其实跟X也挺能打的 完了呀 这个4宝1 好像并没有我们想象到 那么简单 X继续爆甲 应该有一个无法选中的位移 要往后走吗 没走 还想继续烧火 但是身上应该是有一个流血的效果 飞登被打到残血了 他没有办法继续放技能去吸血 艾斯美拉的真的就像一个战神一样 让我想起了第二赛季里面 4宝1用同利亚的那一幕 在我们这边的高地塔前起舞吗 大招没有砸住冲 这直接在我们这边散步啊 你打4这有点异谱了吧 还要走 直接游龙说是 他真游龙啊 嘲讽到了 你再给我游一个看看 你再游一个 你再游一个 你再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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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游到了已经 已经游了很久了 已经是很夸张了 我现在直接拿掉这个 领主就开始我们的一路比伐 高哥们进 嗯 那我们这一波 拿了这个强化的领主之后 呃 也有了经济的领先 还一起抱团 收走对方的一个 牛头 布鲁莫怎么过来看风景啊 你凭什么在这里看啊 布鲁莫 给你个潮保 犯大病啦 对于 路可队的机会非常的多呀 嗯 一路高哥们进 给安卓拉压力 路可老师直接 恶狗扑死 磕掉了安卓拉 想一波想一波 对方四宝一的布鲁莫 已经没了 那艾斯梅拉在首塔方面 确实也没有什么能夸的 这个位置 环雪还是有大招生龙之力的 艾斯梅拉达 我看看你今天能怎么操作 我们个人几个 全是复活甲 诶可是直接爆甲 一个满线的打野直接爆甲 这种玩法特别的交客 确实 这是我们难得的一个机会 是不是可以利用这个机会 把比分扳平呢 直接五人一起推 对方上路高地 太精彩了 上去先进行激活 打艾斯梅拉达 但是艾斯梅拉达 确实有点难打 而且对方放了一个治愈之拳 这是来自米国桃的 就杀布鲁莫 OK啦 可以 你双拳怎么打我们这边的一个死守 虽然有一个安卓拉大招 但是你真的能顶得住吗 我们冻伤装备也不是闹着玩的 下波兵线马上就要到了 中上下全右兵线 这波只要接个嘲讽 对的 世界把它斩于马下就行了 马里亚达斯梅拉达斯梅拉达 先过来挂上重伤吗 好 艾斯梅拉达 艾斯梅拉达 你能守得住 我要真的就忍不住了 那这样领主飞上来的话 我们可以一起 集火对方的水晶 拿下这一分 将被分扳平啊 恭喜弄克老师和他的队友们 第一波龟团的资格 是 值得注意的是飞动的狩猎还在啊 对 这波我们得要先打人 先进场 规划状态不是很好啊 哎呦 怎么打成这样啊 不太应该我们的站位太集中了呀 被对方的一些 AOE伤害被打满了 这就是我说了 他们这个阵子 后面也是得要小心一点 拉普找到了这边的一个 瑰尼威尔 瑰尼威尔 是拉普真的可烦啊 不是小语怎么玩啊 遇到这个拉普拉普 哎哎哎哎 他好像有点失误 但是拉普能够给他奶一口 哎呀还跑了完了 啊 如果他后置未交的话 应该就抢到了 这样的话飞登想带着队友去直接反蓝 拉普来了 来了就要做点事情 又是瞄准了瑰尼威尔 配合着飞登那些嘲讽 小语没走掉 小语咋玩啊 这也需为对面当自己的家境 下半局还要搞事情 克劳的大招转上来 先把残血的牛肉给吃了 乌克老师一人在塔下 X这边真男人一为一大绝 哎呀对面尖叫人 但没想到小语也叫人了 哎小语被卖了 拉普好瞬移啊 躲掉了这个瑰尼威尔的二技能击飞 对 结合八方嘲讽到瑰尼威尔 下个结合八方马上就好 打了 打大招 双肩合臂 他没有写得开 X身上是没有爆甲形态的 他这个地方打小米很慢 斩破天晶在叠他的黑盾 这不怎么说 结合八方空了 但是继续往前压 逼死了 逼死了 人头给到了拉普 这就有点难受了 给个别人还是比较好的 放心吧 对 解说队只要保证 今天完成一个任务就行了 就是保护好我的子鸡姐 又在塔吗 陆柯 死在了莫名AOE里边 这边的瑰尼威尔开得不错 把对方的拉普给终结了 只剩下一个飞灯 飞灯用二技能拉开 但是这个血条也只能是死掉 就看人头给谁 但他还在拉扯 二技能跑出去了 拉普凡手给了个大招 哭到两个 迷藤的任务技能打出自己最后的一个挣扎 还是被对方的拉普给收掉 和尔德也赚大进来 龟尼威尔应该也是要倒 人头给到对方的莉莉娅 这波又炸了呀 打的时间太久了 龟尼威尔要躲在前面嘛 他不能暴露啊 他暴露的话 怎么去开对面C位啊 确实对方现在目里不有的 对方打得太快了呀 没人看呀 来不及了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拉普估计猜到了 草虫里面有人 先点一个飓风之眼 把我们这边技能都骗了 那技能是回去手塔了 嘲讽小牛 迷藤原地开大开得很好 这边霸体抵到对方的嘲讽 拉普挑进来 应该是水量见底了 被陆克给一掌扎 大陆克看陆克看陆克 哎呀活不下来一点啊 对方AOE太恐怖了呀 真的不需要拉扯 他们现在领先确实是有点恐怖 然后淮水过来炸了个大招之后 也没法收掉这个线 只能说是被靠水晶 可以慢慢来 确实我们可以发现 陆克对的我们的余老师啊 永远都是KDA最好的一个 打团是永远不可能 被动都掉不了的呀 呃 怎么说呢 我叫搞KDA确实是一个 不能说是错误的行吗 看好这波 看好这波余老弟逃跑的操作 直接闪现出被动 正常他被动就走了 他一定要交这个闪现 我不能死 我是主岸余 这波优雅太瑞平了 淮水引用顺移拉开 这边他们带着灵图 克老子又来了 主岸余 被终结了 主岸余被终结了 那随着主岸余的终结 这一把很难守下来了呀 确实没什么清界能力了 清兵线 清兵线 旧A灵主怎么说 新年领导 我明明了都好开心了大决 还有机会有下部兵线已经到了 又一部兵线 又一部兵线 闪过电机房间被闪死了 策划你赶紧学飞灯了 这飞灯布靴怎么玩啊 这飞灯布靴怎么玩啊 恭喜 Team DRO 在他们精密无间的配合下 是战胜了我们的路 Pam 卖 卖 ב было 你 s 宇天 不 没有 細 感谢观看